好那麼另外一個呢 昨天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真的太有意思了 台積電呢我們才在講 他要到這個嘉義去 先進封裝產能不足了 在這裡要趕快蓋COAS的場 結果呢大家緊趕工 一挖我的媽呀 挖到了新石器時代的遺跡啊 這也算是太厲害了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 挖到這個蛇文陶遺跡 新石器時代 怎麼辦呢 停工停下來 好暫時停下來 但是呢本來要蓋兩個場嘛 這個挖到了遺跡 我另外一個沒有挖 我趕快去進行另外一個 但其實這種大科技廠 最近都超妙的 一挖都挖到一些古蹟 記不記得英特爾 英特爾呢他也在前一陣子 他去德國廠一樣要挖 要動工 一挖挖到6000年前的史前古墓啊 古墓奇兵都來了 好那麼到底呢 這會怎麼樣影響 會影響到COAS的一個 產能的進展嗎 朱老師 講到這個 最近台灣很多的網友 就是說這個叫 文主的反撲啊 因為呢 最近某大學歷史系招生放榜 你沒有放個人去唸 於是呢 另外一所大學的教授 就出來罵 他就指名罵台積電說 都是你們害的 因為你都到高中去開課 都跟這些高中生說 來唸 來唸科技相關科系吧 待遇好什麼的 結果呢 文主都沒有人要唸 以後台積電要找歷史學系 因為他有時候 對 我就是要講這一句 以後台積電 真的要聘歷史學系 我要新的廠房開發之前 我要不要在這裡先來探看以下 對 好 那當然這是玩笑話 但是這件事情 確實產生了影響 那一個是至於說的 我一廠挖到了 那我二廠沒事 我先動工 可是現在有另外一種說法 台積電會不會因此呢 就不要再加一流 又到其他地方去了 因為這個地方會不會很廣是不是 對啊 一廠二廠 已經很近嘛 對不對 等一下另外一個又挖到怎麼辦 對啊 這就是問題所在嘛 那我們也不曉得接下來會怎麼樣 因為一樣的事情 Intel真的就遇到了 就在今年三月 而且Intel是很大規模的投資 哪曉得 也是新石器時代 而且人家是六千年前了 而且它規模又很大 它是一整片的那個墓室 裡面已經找到很多的包含的人 包含的瘦的骨骸 還有各種東西 這不能蓋晶圓廠 那要蓋博物館 六千年前耶 那個你說它怎麼動 真的不能動嘛 所以這個問題真的很大 好 那當然投資人 觀眾朋友一定不是關心這件事情 還是比較關心台積電 大家看到今天台積電 是不是又再繼續創新高了 那當然動能是來自於 在美國的ADR的部分 還在創新高嘛 好 因為現在傳出一種說法說 以前很多的外資會做什麼事情 套利 我台灣的台積電的股票 跟美國的ADR兩邊套利嘛 好 台端的股價低 我就買台灣的 然後我賣美國的 我就賺價差 因為一樣都是台積電 我本來就可以這樣互換嘛 好 理論是這樣子沒有錯 可是大家如果再仔細去看 你昨天收盤的 每股台積電的ADR 我大概用紀念的匯率換算一下 一股是1148.5元 台積電今天多少 最高950 對 價差大概兩成左右 這個你說應該可以 套利才對嘛 好 那盲點在哪裡 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做嘛 對不對 不是每個外資 我都可以在台灣買台股 又可以在美國買ADR 不是所有外資都這樣子的 你把這個想得太簡單了 雖然很多外資 我根本沒有在台灣的帳戶 可是我看好台積電 我當然在美國買ADR 所以問題就來了 之前看到因為價差很大了 我在台灣買台股 在美國放空 這些人被嘎到了 因為台積電一直漲 那我不能買台灣台積電的 我就在美國買 那你這些兩邊都可以做的人 你在那邊放空 你就被嘎到了 所以你看到這一波就一直漲 那你也不要以為現在這個 美國ADR的溢價兩成是很高的 過去還有更高 曾經到三成的 真的啊 對 現在這樣還不算高 所以這也在告訴你說 其實台積電 如果真的如媒體所說的 真的是被嘎到的話 那我們就不要說基本面 光這個技術面就很有想像空間 繼續往上嘎 對 好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看台積電 是最重要的嘛 好 那當然最近台積電這一波 能夠持續創新高 除了基本面 光技術面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台積電 自己在做什麼 買回庫藏股嘛 對 他之前已經宣告說 我要買回3249張的庫藏股 這兩天公告了 我已經真的執行 說到做到 馬上買 對 因為有真的 過去有很多的那種不好的經驗 就是有些公司 講了老半天都沒有買 沒錯 執取率很低 台積電當然他現在實際上 是只賣了500多張 將近600張 執行率是18% 可是他時間還沒有到 我這只是第一波 那台積電為什麼要買庫藏股 你們氣這麼多 以前買庫藏股 都是覺得我的股價太冤了 那可是台積電沒有這個問題 原來是因為他要發員工新股 那如果再發新股 那我股本會膨脹 所以我買回庫藏股註銷 所以他買回來那590 現在買的這592張先註銷了 對 他是註銷 因為他不要讓他股本膨脹 所以目前也就是說 他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利多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台積電他的競爭對手 最近也狀況一大堆 真的是 把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對 所以你看三星跟英特爾 這個都是所謂 他們都自稱緊追台積電之後 但是現在發現沒有緊追 很遠很遠 好 被海放了 好 那麼這個是台積電 挖到了這個遺跡 當然不影響它的股價 庫藏股還在賣 被軋空也繼續被軋 小舟 紀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